前两天老牛把橱柜装了大部分 今天一早他又来了 然后中间他又回家去上班 现在过一会儿他要再来 因为他去把那个淋浴件的那个花撒去换一下 去Home Depot换一下 然后他就过来 我们先过来看一下这个 他的橱柜装的怎么样 看看 看这些盒子他都打开了 看他装的怎么样 这个是昨天的 他准备要弄门了 他把卫生间的柜子弄好了 这个卫生间的 哦 马桶也装好了 看这边 这个柜子也装好了 马桶也装好了 现在主要就是这些门还没装好 抽屉和门 然后呢 今天弄不完 可能明天他还得接着弄 他这个架子都打好了 只要量台面就行 所以不影响他们量台面 还慢慢地把那些抽屉弄完就行了 这是什么东西啊 他买的 袋子是吗 对 是袋子 对 什么你得了吗 手 手 手 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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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另一家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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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哪一家 我们可以拿这些 你拿这些 对 对 这些都是我们的家 这些都是我们的家 这些是我们的家 什么是这 这些是我们的家床 这些 哦 是他们的家 讓我來看 if I need to cut the cabinet 这个是剪辣的 新买了水池 还有卡片 还有凉一下 看看那里面要切割多少范子 切割来这里 我把它切割几岁 把它切割几岁 这个是这个厨房背景墙贴的瓷砖 贴这样子 这个颜色的 它的有点像玻璃 这三箱都是 把柜子弄好了之后再贴这个 这些是用的 stone and cement 它那个大钻头 这不是装木头的 装那个瓷砖 最简单的方法是 把柜头放在这里 嗯 把柜头放在里面 嗯哼 看看能够成功 这个钉子钉进去了 再钉一个 钉不进去 推出来了 那个瓷砖了 装不进去 只能找一个缝 它在旁边再打一个钉子 come on 水 后面是水泥板 装进去 好费劲 没了 今天就干到这里了 他说已经做好的准备 那个量这个台面的人 就直接来量就行了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 我们下次再见吧